十一號牌 我覺得他錦灰瘤 很多人打他錦灰瘤 但我覺得如果他要盤狼發狼 其實也還行 就是對於這個十號的定義 他想要先驗 其實也還可以 然後九號他錦灰瘤 第二個 押我 你會驗我 你跟我那麼熟 你用看了就知道 所以我就覺得 我不會在你的錦灰 要嘛就是你會直接驗我 要嘛就是我是可能第一個 你會把我擺在後面嗎 我覺得不會 我覺得四號太緊張了 他在說九號緊張的時候 他說 他就說九號發言沒有很好 然後怎麼後來又要站回九邊 怎麼樣怎麼樣 手一直抖… 但是我從側面一直看他 我就很仔細在看他 我就覺得 我的屁喔 真的 他手還不懂 然後還有八號 八號我覺得也很像狼 我站十一邊的原因是因為 九號打我這張牌 然後打得很莫名其妙 然後我踩八號的點 八號的容錯點是因為 八號的打的點 跟九號打我的點一模一樣 可是你站的是十一邊 然後你告訴我說什麼 我跟他們私下都很熟 我怎麼可能會暈成這樣 站邊 五五邊 不好意思 我是因為跟龔嚴俊非常熟 所以他那個 所以我猶豫了 那偉盡是他聊得很好 可是他那個詞也猶豫了 選妹 就是他用這個猶豫站邊打我 但你錦上也講不出個什麼所以然 就是你打九號 那個結結巴巴… 你也覺得九號發言不錯 那十一號你是因為 你私下覺得他的狀態很好認 我倒不覺得這麼好認耶 因為 我覺得七可以再判 可是我在想 在總冠軍賽 這個狼可能會想要打 比較友誼一點 因為他們在前智慧 都是非常友誼的站邊 因為後面還有這麼多智慧 所以他們可能會想要說 那個方向在哪 所以他們最後再來站 所以他們前面的發言都是很猶豫的 其實我想點一下 其實你說 我為什麼不 就是聽警下他的發言 然後再來 就是我要直接驗他 他有可能是那個反向精 什麼叫 有可能就是胎 有可能是狼 狼發狼做身分 我覺得我 警匯流壓他 我覺得沒 對我來說是沒什麼問題 因為我想要 要確定他的身分到底是好還是壞 加上總冠軍賽 我覺得很有可能是會打操作的 所以我覺得我 你們去打我說我厭食這件事情 尤其是前面的 就是很硬